不过呀 这乾隆皇帝 他不是好糊弄的 拿过这帮奏折来一看呢 他就有点怀疑了 他说这个帮滚 是个狡猾的家伙呀 他到底死没死 你们得查清楚了吧 你好 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呢 咱们书接上文 继续聊这个大清朝 乾隆年间的第一仗 战队之战 要说这醒目一想 书开正文呢 咱们应该捞干的讲 继续上文书呢 咱们把这书往下讲下去 不过呀 有一点 如果咱们不交代一下 上边咱们说的是什么呢 那么第一次来咱们书馆的好朋友啊 就不知道咱们聊啥呢 所以说咱们还得占用 你二三十秒的时间 咱们把上文书啊 简单的交代一下 那么什么是战队之战呢 这个战队呀 在现在的四川 咱也别细化到 他现在是哪个市 哪个县了 总之啊 他在这个亚龙江上游 两岸呢 一共有二十多个城寨 这些城寨呀 和城寨所管下的百姓啊 基本上都是藏族人 当然啊 也有少一部分呢 很少是一族人 在这个清帝国本朝的时候啊 就有这么一句话 叫什么呢 叫做翻性反覆 也就是说 这一个地区的居民呢 如果心气顺的话呢 就和这个朝廷好 心气不顺呢 就反朝廷 说实在的啊 他们受到的诱惑也比较多 来自西亚的敌对势力 还有呢 就是来自边疆的反动势力 这些势力呀 对他们呀 诱惑勾引 所以说弄得这帮 翻蛮呢 这个性情啊 就比较的反派 雍正年啊 本来就出过事 可是雍正皇帝啊 大兵压境 把这事啊 是连哄待吓唬 结果呢 哎 算是安定住了 可是啊 自打这个乾隆二年 这个下战堆的老吐司一死啊 他的儿子 哎 搬滚 坐上了下战堆 吐司的宝座 这搬滚呢 那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就派出了 他的手下的这个 闲散藏民呢 出了城寨 下山去抢劫 一开始呢 还抢的是一些这个油商 后来呢 就不一样了 开始抢劫官军 到后来啊 竟然发展成 进到这个官军的驻地 是杀戮抢劫 你想啊 这朝廷 他不能瞪眼看着呀 于是啊 就这么三个人 向这朝廷啊 上奏 阐述了自己的建议 让这个朝廷啊 派兵 清脚 上下战队 那么这三个人 那都是什么人呢 哎呦 这三个人可都是大官 跺跺脚脚啊 这西南边陲 颤三颤的 风疆大力 咱们就说 这官职最小的吧 四川提督 李之翠 再往上呢 四川巡抚 祭山 还有啊 就是更大的官 川山总督 庆赴 他们认为 这个上下战队 这点事啊 已经不能善了了 只能动武了 那么这具体 是什么时候呢 这是从乾隆二年啊 一直到乾隆九年 发生的这一系列的事 这乾隆皇帝 接到奏报之后啊 其实很为难 乾隆皇帝 登基一时啊 他认为 不能够穷兵独武 能在谈判桌上解决的事啊 就别非得啊 这个刀兵干戈 直到这上下战队的吐司 纵容自己手下的甲霸 冲进了官兵的住房点 强掠了军械 并且啊 把军属掠到山上 做了压寨夫人 这乾隆皇帝 才觉得这个事件呢 不动武 是真不行了 即便是这样 这乾隆皇帝 还是传指前线的武将 看来有不得不 如此之事啊 必然降妥为之 以期一劳永逸 然与都府商榷而行 或辱出口 据要害为接应 令总兵前进一壳耳 哎 这回啊 这乾隆皇帝 终于吐口了 哎 吐什么口了呢 他说呀 可以打了 不过啊 这乾隆皇帝 对此还提出了具体要求 他要求是什么呢 要求这一次战争下来啊 一定要做到一劳永逸 并且呢 还要小心的应对 让这个都府二人呢 这个商量着来 他是这个令总兵啊 带兵前行 哎 这里边啊 这乾隆皇帝 指的总兵 他很有深意 他指的总兵啊 并不是说总兵一职 他说的是总兵带领的兵将 这些兵将很有深意 这些兵将啊 他不是都府带领的兵将 这些兵将是绿营 哎 都府呢 是八旗兵 也就是说呀 前边啊 又有侦查 后边又有侧应 接到乾隆皇帝 这道圣旨之后啊 这个川山总督 哎 四川巡抚 乃至这个四川的提督 这一下子 心里算是有底了 那心里就是俩字啊 开干 军人嘛 这建功立业的时候 他到了呀 这一下子 这四川当地的武官 算是忙起来了 哎 运兵派兵 转运粮草啊 以及筹集军饷 还不错 哎 很快啊 这些事情就完成了 乾隆十年 那年是1745年的6月 正式对战队开展 这乾隆皇帝 虽然把前线的一切事物 托付给了这个四川当地的军官 但是啊 旨意里软中带硬 仍然表明了对他们的态度 旨意当中啊 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呀 倘若如雍正八年之草率完结 复为今日之害 则庆复 既删 李治粹 不得辞其就业 这皇上说的很清楚了 你们三个呀 主张让我打 本来我是不想打呀 我那意思是安抚安抚就完了 你们说打 咱们就打听你们的 不过呀 要是还像这个雍正八年的时候 对这用完兵之后 哎 导致今天又起祸敦 那你们仨呀 肯定要担责任 并且呀 哎 这脑袋在不在 就两说着了 这仨人呢 根本就没把这皇上这话往心里去 因为他们觉得大兵压境以后啊 只要在那晃晃露出胳膊跟来 咔咔劲 显出自己的肌肉嘎嘎 哎 这事儿就成了 这吐司们啊 一定是夹着尾巴跪着地下呀 磕头如鸡奔碎米一般 就投降了 哎 实际上啊 咱们书中暗表 哪那么容易呀 这大军分三路 南路军呢 哎 由这个奎州协副将 马良柱率领 北路啊 是由这个松潘镇总兵 宋宗章率领 从甘孜进攻 这中路啊 哎 从建昌来 由这个建昌总兵 袁石碧率领 四川总兵 李之翠 坐镇中军 是从中调度 四川巡抚济山 哎 总侠所有的粮草补给 川山总督庆复 从即日起 即刻动身四川 赴四川啊 是携办所有的会角 这朝廷这番的安排啊 那可算是周密啊 那说了半天 这三楼大军一共有多少人呢 这三楼大军呢 一共有一万三千人 其中啊 有八千人左右 是这个中央直属部队 这里边啊 这个绿营兵和八七部队啊 都有 剩下的是什么人啊 剩下的是当地啊 归顺了朝廷的土司兵 这大军到了前线之后啊 这带兵的兵官们呢 一看呢 可就有点傻眼了 哟哟 这怎么还有 常年不化的雪山呢 没办法 这大军已经压境了 那只能是打了呀 哎 打呀 打他个大和尚 这官军呢 费了八个月的时间 竟然呢 连江都没打过去 一直啊 停留在这个 雅龙江的东岸 连个正经的有力地形 都没占据到 可是啊 这个战争情况 不能不像兵部 不能不像朝廷 前龙皇帝奏报啊 这奏报啊 可有点搭了脑袋了 不像前边啊 气势那么壮实了 这奏章上说呀 通过这个八个月的战斗 清兵的兵力呀 增至了两万 耗费的军费呀 已经超出了数百万 已经远远超过了开始的预估 一开始的预估啊 是用兵八千 耗躺银呢 五十万 也就能够完成这次战役 那意思就是说呀 都这样了 这打不打下去呀 这皇上啊 您还得拿个主意 这前龙皇帝一听就急了 都打到这样了 你告诉我不打了那儿行啊 你要兵啊 就给你增兵 你要钱就给你加钱 你接着给我干 得到这样的胜质之后 这前线的士兵 也算有了士气 于是啊 又打了几个月 也算是取得了几场胜仗 这么一来 这上下战队呀 感觉到压力了 首先呢 到了这个十年的八月的时候 这上战队的吐司肯朱啊 就起降了 他认为呀 确实 唐壁党军和这个大军抵抗啊 没有什么好处 这会儿啊 这下战队吐司 搬滚也来劲了 他觉得呀 这打下去呀 也是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 于是呢 也放弃了抵抗 派自己的母亲呢 去这个大清军队中吐河 有人就很纳闷了 说这个怎么还派母亲去吐河呢 哎 你们不知道啊 在那个时期啊 这个上下战队这帮吐人啊 他还多数啊 信奉这个原始宗教啊 也就是萨满教啊 一般情况下 这头人的母亲 妻子或是女儿啊 都是这个本城寨当中的萨满祭司 所以帮滚呢 派母亲前来启行啊 他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过呢 这大清朝廷在谈判桌上 都没有得到和平 既然已经打了呢 必然要打出个样来啊 让你们瞧瞧 所以说这些头强啊 都被这大清拒绝了 并且这皇帝啊 马上加马 下了圣旨说啊 这是广的 归还我们抢购的东西 惩治煮饭已经不行了 首先啊 你们这些吐司呢 投降不算完 还要压介到京城啊 治罪 这些跟着叛乱的蛮烦啊 要一块迁徙到内地 好啊 更好的能通王化 重组吐司 从此以后 这个地区改土归流 吐司制就废除了 这大清朝廷啊 也往这派留官了 这一听这话呀 完了 想投降的都不投降了 这下针堆吐司 帮滚呢 这下定决心和你的大清朝拼了 要是不拼的话呀 被迁到内地 我呢 这头人被解松至惊啊 这全没有好处 那么如是呢 这结论只有一个 这仗啊 还得继续打 那是打没打呀 打了 可是打的怎么样呢 不知道 因为这个打仗的故事啊 到这结束了 往下再有的 就只有结果了 这乾隆十一年 朝廷接到的前线奏报啊 那就是奏结了 大军呢 势如破竹 攻破了这个敌军的大本营 如狼寨 也就是啊 这个敌军的老巢 一把火把如狼带 烧了一个干净 只可惜呀 乱军之中 逃了匪首 这个大战堆的土司搬滚 带着他的老母亲 以及弟弟 也跑了 跑哪儿去 不知道 通过这个审讯投降的土司 哎 这个大军才得到消息 这个搬滚啊 带着他自己的弟弟 这人呢 叫厄木劳丁 还有他们的母亲呢 一同逃往了 这个叫做泥日寨的地方 躲藏了起来呀 再也不捞面了 川山总督庆复 组织大军攻打 泥日寨 哎 并且呀 对这些军校说了 攻入寨去 擒杀这个搬滚者呀 有中奖 这士族们文厅啊 个个费用向前 就杀进了城寨 最后啊 把搬滚他们娘仨呀 逼到了一座碉楼上 哎 焚火自尽了 那么这场战堆之战呢 无论是从这个官书上 还是从文件上 再有从这个食指上 哎 当然了 是这些官员们说的食指上 都已经大获全胜了 不过呀 这乾隆皇帝 他不是好糊弄的 拿过这帮奏折来一看呢 他就有点怀疑了 他说这个搬滚 是个狡猾的家伙呀 他到底死没死 你们得查清楚了吧 这批示啊 发到边陲没多久 这前线又来作报了 这华人放心吧 这我们在这废墟当中啊 哎 不但捡到了这个搬滚的尸骨 而且啊 还找到了这个搬滚的这个火虫 我们想啊 在这个碉楼里烧死的呢 必是搬滚无疑了 总之啊 就在这个乾隆十一年的年终 这清帝国朝廷宣布啊 这次上下粘队的平叛 大清国以胜利告终 这各级官员呢 也都得到了升迁 咱不说别人呢 就说这个川山总督庆复吧 这庆复啊 就被调到了经理 并且进了内阁 成了大学士 可是啊 没过多久 这问题就来了 这问题的苗头起因在哪啊 哎 就起因于乾隆皇帝 其实这乾隆皇帝啊 就压根不信 他们能够打这么一场 完整的大胜仗 因为在战争期间呢 他们就曾经杀良冒功 欺瞒过朝廷 虽然呢 相光之人呢 受到了朝廷的惩治 不过有这个前车之鉴呢 这乾隆皇帝 对他们呀 也就不是很信任了 这皇上心里明镜似的 哎 你们啊 别以为 这在前线 就是你们几个清朝的官 在这个地区呀 大清国的西南边陲啊 朕还有其他的心夫在 于是这乾隆皇帝 就修了一刀秘址 给谁了 给这个云贵总督张广四 他呀下旨让这个张广四密查此事 等到张广四啊 把这回寒发到这个乾隆皇帝手中的时候 乾隆皇帝展开一看呢 哎 干气的之差 这张广四的奏折当中啊 是这么说的 说这群人呢 根本就没逮到这个下战队的土司搬滚 不但如此啊 他们呀 是跟这个搬滚协定好了 让这个搬滚呢 装死 三年啊 别露面 三年以后呢 你再出事 然后我们呢 把这个下战队的主权还交给你 这样啊 这个上下两不支 咱们不是就落的一个呀 两遍两遍 搬滚一听啊 这是个好计策呀 于是啊 就按照了这帮清朝官员的建议 这样实行下去了 张广四的奏折里还说了 说这帮傻子呀 也是让这搬滚给蒙了 这还不到三年的头上 这搬滚呢 就已经回到了原来的寨子里 重新主抓起来这个下战队的工作 人家呀 还是那的头人 这乾隆皇帝看完了之后 这牙根子恨的是巴掌长啊 这倒是比较方便 为什么呀 因为当年的川山总部庆复啊 这会儿倒是没在前线 掉进了京城成了大学士 这乾隆皇帝就是一个字 抓 这庆复啊 一下子从大学士就变成了阶下球 那么远在这个四川的搬滚怎么办呢 哎 没法办 先这么着吧 那么为什么这乾隆皇帝对这搬滚能如此的隐忍呢 这里边的问题啊 很复杂 它涉及到这个西藏当年的政权 对这一地区事物的干涉 并且那是山高皇帝远 哎 山深临密 那也是真格的 至于这搬滚 后来是什么下场 这山下沾堆之意啊 是如何影响了大小金川之战 我看今天啊 咱们时间不够了 只能留到明天再聊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 为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咱们明儿见